中天全球现场带来看到日本参议院 11号召开紧急会议 会中就是否赞成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表决 当时决定的议员齐立表示赞成 反对则是作者 结果全体出席参议员一致齐立 表示支持赞成台湾加入世卫 那全场是无意义的来通过 接着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个 全球知名的素食龙头业者 最近与南韩的天团BTS 推出了限量版的套餐 结果在印尼成了引发风抢 甚至有20多家的门市 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被迫暂时关门 印尼现在也是受到疫情影响 因此许多消费者都是透过网络平台订购 没想到许多的送餐平台外送员 挤爆了素食业的门市 那么大量人潮挤爆违反防疫规定 业者必须关闭20多家店 不过这个素食业者同时呼吁说 这个BTS限量套餐期间有一个月 粉丝不用急着来购买 接着再来看 美国食物以及药品管理局决定释出 在巴尔地摩出问题工厂所生产的1000万剂的交生疫苗 FDA在进行检查之后认定其中两批疫苗符合安全标准 但是其他更多的交生疫苗已经不能使用了 必须被摧毁 根据了解不堪使用的原因 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遭到了污染 而FDA将继续检验该工厂所生产的疫苗 而在这家巴尔地摩设施遭到污染之后 交生疫苗对外的形象以及供应链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迫使交生必须从荷兰的工厂进口疫苗 好你想知道最新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精选频道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影片的同时 也记得要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